嘿,大家好,歡迎回到Shawd Adventure 來,今天要跟大家繼續介紹的呢 就是在Transformer Revenge of the Fallen裡面 在外裡太空出現過的那一隻 不是Ravage Sandwave Sandwave呢 這個在盒子裡面的包裝呢 基本上呢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吧 那我們把盒子大概的翻到這個後面來看一下 它基本上呢 則是一個 Legend Class 所以它變身的步驟一共就只有9個步驟而已 所以才非常少 但是呢 就以它其他的各方面的功能來說呢 它倒是 還算不差啦 最低的也就是它的Strength 也就是它的那個 功力 那既然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來看看這個 Sandwave呢 拆盒之後的一個造型吧 在浩瀚的宇宙裡 危機四處 隨時都不知道什麼時候 會有狂派的變形金剛 來盜取你的個人資料 甚至於國家機密 這個就是 Sandwave 咦? 不是要介紹 Legend Class嗎? 抱歉 我們把它改成 Revenge the Fallen Sandwave OK 它呢 是一個Legend Class的一個玩具 所以呢 在造型來說呢 自然而然的 也就比之前的這個 Deluxe Class 小了非常多了 而在這個玩具本身的造型呢 就以個人而言 它的這個所謂的這個 Satellite Satellite叫什麼 衛星的一個造型呢 會稍微的 比它的Deluxe Class 可以成功一點點 為什麼呢? 因為它的Deluxe Class 感覺呢 就算你把它變成這個 衛星的一個形態呢 它感覺也像是一個 飛機的一個形態 當然這也是它造型的第三個形態 但是呢 我當然是稍微就變一下啦 動一下什麼 但是呢 我會覺得說 就以這個造型來看的話呢 它整體的造型呢 就非常像這個衛星的一個 這個形態 因為 這個整個衛星中間身體的部位呢 是成一個黑色的一個圓滾筒 而前面呢 有三個這個凸起來的地方 以及後面這兩片所謂的扇葉 或者應該說是 接收這個資訊的這個 散葉 OK 好 但是呢 它跟這個 Deluxe Class一樣 就是說 在變成這個 衛星的時候呢 它仍然有一個頭殼在這邊 就如同它的這個Deluxe Class一樣 在這個地方 OK 但是呢 Deluxe裡面呢 它是灰色的臉 而在這邊呢 只是成一個藍色的臉 而活像這個 Avatar 阿凡達的一個臉 臉的顏色造型 OK 如果是把這個衛星呢 翻到另外一個地方來看的話呢 後面則是一個 再倒過來的話 後面則是一個 Shanwar的胸口 以及Shanwar的頭呢 只是在後面 完完全全的表露無遺了 OK 所以呢 以整個衛星的一個造型來說呢 個人認為 Legend Class呢 比Deluxe Class成功非常多 OK 而它能動的地方呢 基本上說真的實在是不多 就是這兩個扇頁呢 可以彼此往後 往上跟往下 但是呢 活動量說真的 是會稍微受到限制 而前面這兩個呢 基本上也是能夠大概去動一下 但是呢 這也是因為說要造就 變成它腳的一個步驟 所以呢 基本上衛星來說呢 是一個 應該是一個不能動的一個型態 OK 而它呢 仍舊的也有一個三種不同變身的方式 那我們先從第一個衛星的方式呢 變到第二個方式吧 那就是 第一個要做的事呢 是把藍色這一片呢 弄到下面來 把旁邊這邊呢 稍微往下 再把它給 這個後面 玩下來 是的 然後呢 它成了一個好像 老虎 獅子 的一個造型在那邊 因為這個呢 就是它的眼睛以及嘴巴 如果你要的話呢 你甚至還可以做出這樣的擺設 嗯 嗯 嗯 OK 這個當然是胡扯啦 因為在說明書裡面 的確就是沒有這個小狗的形態 我們姑且稱之 稱它為Ravage吧 OK 它呢 能夠從衛星變成一個Ravage 的一個型態 這當然啊 這是一個 自己想出來好玩用的 可以 但是呢 它真正的一個變身的過程呢 則是非常的簡單 首先 第一要做的事呢 是先把後面這一片呢 稍微的往上移出來 接著呢 則是把衛星後面這個圓筒的上半部分呢 從這邊呢 拉開來 拉開之後呢 再轉180速 這邊一樣 再彎下來 接著呢 則是把衛星剛剛前面三個突起來的地方呢 只要把前面這兩個 往前彎起來 再把它的腳掌 往前伸出來 OK 接著呢 則是把 後面剛剛這一片呢 整個的彎到前面來 再往下扳下來 成為它的這個胸口 而下面這個地方呢 是呢 有個扣子 可以把它扣進去 再來呢 是把它尾端這個 第三個 第三隻腳吧 整個的移到後面去 扣進去 你會稍微聽到 喀一聲在這邊 接著呢 再把它的手呢 從裡面 就是這個地方 半圓筒的地方呢 四分之一彎出來 我們可愛的 類似猪奴的 三位的一個變身過程呢 就這麼簡單的結束了 為什麼說像猪奴呢 因為 說實在 他腳呢 實在是稍微 稍微 稍微短了一點點 OK 他的手臂兩旁這個 啊 這個扇葉呢 看你要怎麼擺了 因為呢 好像沒有一個正 正確的一個擺 我看看這個 對啊 他也是擺在旁邊 OK 好 所以呢 可以 要這樣擺 可以 要這樣擺 擋起來 也可以啊 遮醜 都可以 所以這個 沒有一個對或錯的地方 但是呢 我喜歡把它擺在手臂旁邊 腳呢 因為整個成一體的 所以他只能這樣去動啊 手呢 365 是的也沒有問題 為什麼呢 因為他是一個 頑形的一個關節 而在手腕的地方呢 因為變形的關節 他手肘也可以稍微彎起來 但令人感到驚訝的就是呢 他的頭 在眾多的Legend Class裡面呢 他是唯一一個有頑形關節的 換句話說呢 他的頭呢 能夠轉任何的方向都可以 搖頭搖頭 好 所以呢 他呢 他呢 是眾多裡面 我知道唯一一個有頑形關節 在頭上面的 OK 是非常可愛的一點 那我們現在呢 就來稍微比較一下 這個 Sound Wave的這個Legend 以及 Deluxe Class的不同吧 首先 好的 Sound Wave的這個Deluxe Class 以及他的Legend Class 大小比起來呢 是的 自然而然就有一種 爸爸帶小孩 在太空漫遊 這個感覺了 OK 所以呢 就以細節來說呢 廢話 當然是Deluxe Class呢 更勝一籌了 但是呢 這並不代表說 Legend Class的這個Sound Wave的 沒有他的優點 或者是他可看之處 兩個 都分別的 有他們的過人之處 所以呢 我會不會去建議 這一支這個 Legend Class呢 還是那句話 要看個人喜不喜歡 OK 因為他畢竟是一個 小型的玩具 會買他也是因為說 他便宜的關係 OK 價位大概在美國 4塊9毛5左右吧 在 還在打隧道了 OK 所以呢 這個就是 他們兩個彼此的一個 比較 身高比較的一個不同 OK 我會建議啦 其實還嚴格說起來 他呢 就以一個 衛星的一個型態來說呢 他畢竟呢 還是勝過他的一個 Deluxe的一個造型 所以呢 在各方面來說呢 他也是一個 非常不錯的一個玩具 特別是 他的頭呢 類似吃的 搖頭玩一樣 OK 他是一個 獨蟲啊 所以呢 這個就是 Transformer Revenge 就是Fallen Legend Class 上位